大家好 華記11月28日報導 今天要談談人大釋法天經地義 今天有個大案 黎智英漢奸走狗買國賊 觸犯了國安法 今天在法庭中審法院 誰不知張舉能站在黎智英那邊 說不讓香港律政司上訴 話說黎智英找了英皇御准最大那件 Team Owen 點到你頭暈的大律師 代表黎智英和香港政府打官司 關於違反國安法 2019年黑暴時 幕後的黑手 誰不知 法官今天的裁決 可以令全香港或全中國人民 為之極度失望 因為今天終審法院裁決 拒絕 香港政府上訴 即是說 黎智英可以聘用 Team Owen 點到你頭暈英國大律師 代表黎智英 反駁香港的國家安全法 所以在這件事上 我們極之憤怒 我們看到香港的特首 李家超 李家超 相信 李家超也很憤怒 他即時 要求 港區國安法 以人大常委 去釋法 釋法 即是當 普通法 和全國性法律 有衝突 有矛盾 觀點 有分歧 時 國安法 都可以凌駕 香港的普通法 所以在這件事上 我們看到 人大釋法 已經不能夠少 香港 過去都有 5宗 牽涉到人大釋法 包括 吳嘉寧 莊豐元 外傭 外傭居留權 問題 這些都是因為 當時 香港的 中審法院 裁決 令到 我們國家 不滿意 在不滿意的情況下 人大釋法 釋法後 否決了 例如 莊豐元 吳嘉寧 那宗案 或者 非容外傭的居留權 那宗案 例如 吳嘉寧 那宗案 1997年 吳嘉寧 沒有合法的居港權 當時 中審法院 判了 任何香港人 在內地生的子女 都有居留權 我們國家 看到 有百多萬人 在香港 人大釋法 然後 頒布了 一定要根據 香港的入境條件 要有合法的身份 才可以在香港逗留 當時 吳嘉寧案 做了一個先例 還有莊豐元 還有外傭居留權 這些都是牽涉到釋法 中間 都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身份的問題 是不是香港人的身份問題 其實現在黎智英這宗案 都是跟身份 這兩個字是符合的 就是 Tim Owen 根本就不是香港人 亦都沒有香港的特殊 國安法的資格 亦都不認識我們中國的憲法 根本你用普通法來對我們中國的憲法 特別是國家安全法 不對等 不適合 兩回事 黎智英 可以容許你英國的人 加入我們中國的國家安全法的官司 裡面 去爭拗 去代表 所以這件事 沒有可能會發生的 所以 人大釋法 是天經地義的 這亦是符合市民的期望 我們希望 在李家超親自 要求人大釋法 目的只有一個 就是否定 香港終審法院 的裁權 如果 吳人大釋法會發生甚麼案件 黎智英可能無罪釋放 當黎智英無罪釋放 你就會放生漢奸走狗賣國賊 被他逍遙法案 所以在這裏來說 我們全香港的人民意願 全中國的人民意願 就是釋法 釐清這件事 國安法是凌駕普通法 法官都是有錯的 為甚麼 法官經常都錯 不會法官沒有錯 香港真是法官治港 我想和大家分享 金貝里 在上個月大家看到 機場有毒品 過關 坐飛機來到香港機場 即時人贓並獲 但金貝里 居然 按中案 放生了主犯 然後律政司 推反了 重審 但都去漁皇學 當事人也走了 當事人的金貝里 也批准了 他可以拿回 護照 而願奏高飛 這些法官的錯 沒有負上刑事責任 只是提早退休 身有事 所以我想和大家分享 法官也會錯 不是說法官適合 不是說法官適合 在這件事上 我認為法官也有錯 而這個法官就是 張舉能 張舉能 是有錯的 為甚麼呢 你看人大釋法 當人大釋法 否定了 肥老禮 黎智英 代表律師 對法官自港 我們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居 愛國者自港 直播再說 多謝大家支持 大家好 很多網友問我 何時會出全新的疫靈丸 我想告訴大家 今天正式推出市場 這個提升版 NMN2萬 今天正式公開發售 這個價錢是1688元 每一瓶內有60粒 每日吃兩粒 早上和下午 一個療程 可以吃 六個月 價錢有甚麼優惠 想和大家說 首先 如果買滿3000元 例如買兩瓶 我們就會送 聖誕禮物 這個有些 茶葉 買滿4000元 我們又會送 聖誕莊的禮盒 臨近四宗 買滿6000元 就會送 這麼美麗的禮品 茶葉 如果買滿8000 厲害了 這個多美麗 這個禮盒 好了 除了送這些之外 還有一個優惠 就是 凡是買 MNN2萬的 液靈丸 買一瓶 我們就會送一張 金宴島 酒樓的 現金代用券 如果你買 滿4瓶 我們就即時 送一張 500元的現金券 換句話說 如果你買6瓶 你先買頭4瓶 你先買頭4瓶 我們就會送 我把500元給你 這兩瓶 便宜了500元 所以在這裏 跟大家說 有 金宴島的 有 現金券的 易寧丸 有 茶葉送 在12月1日前 就要親臨過來 廣東道332號 華記正能量網 基地這裡買的好嗎 把握機會 快者得 多謝大家支持 謝謝